是我對嗎? 你不知道那什麼題目超錯的? 我嗎? 心裡他們對的 沒有 啊!是我 是這樣嗎? 好棒 這裡是奶茶,這裡是紅茶 還沒寫好了,把它寫完 那邊還有小燈粉 那邊就有了 那邊 抱歉,教練一下 你為什麼不是寫在這裡,是寫在這裡 沒有,我剛剛找不到 好,來看這邊,這是什麼顏色的粉餅 紅色 粉餅我把它 之後它變成色 有皮啊 它會變成色 為什麼會變成色 這是紅色的 紅色的一半 什麼顏色 紫色 紫色啊 紅色 紫色嗎?還是怎樣? 為什麼紅色折鑽不是紫色 折鑽啊 我的一半 我的一半是什麼顏色? 你的一半嗎? 老師的一半還是老師 不舒服 應該是粉色 對 可樂 喝完一半之後它還是可樂 對不對? 它會變 檸檬的一半 檸檬的一半 檸檬的一半是什麼 檸檬紅茶一半 檸檬紅茶一半 好 呃 有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是這樣 就是 看好家人在這裡 對不對 往前走兩步 就會到這裡 對不對 對 往前走兩步 到這裡 到這裡 後空翻三圈 嗯 還是在講話 沒有老師我們在問說 他去哪裡 我們擔心他 擔心同學母愛他們 是不是應該跟我講 他不需要你的關係 好我跟我屁事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句話好矛盾喔 我覺得他應該在社會 我覺得他應該在社會 沒有他在保證中心啊 你不要 他以後知道你的問題喔 你都知道了 你都知道 你在問什麼了啦 喔我今天想了沒 聽聲音今天沒來 他還在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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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還在家了 然後他還在家了 他還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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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快就受傷 對因為他腳踩在家裡 所以我不一定要讓你下課 好 好 我再練接力 練接力 練接力 對耶 就是為了練接力 然後受傷 這個很危險 他是跑過啊 你都不斷踩到地上 欸 看這北拉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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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再一次 看我這裡 欸你怎麼過來 我發現肚子 看我這裡 看我這裡 很擔心他在哪裡嗎 他是誰 家俊 家俊有可能在哪裡 他好像剛剛被 他吵到釘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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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體型真的啦 他真的 我在我家沒有他 我講 然後我現在才發現 旁邊的釘子 他一開始就有了 就好像踩到釘子了 沒有啊 他就說碰到釘子 我不敢去口套 所以接力 等一下換我踩到 我現在才發現旁邊的釘子 所以你今天早上沒有進來 不是我們啊 我先講兩分鐘 他還沒出現 我們再去找他 我們再去找他 哈囉 全班一起去喔 再一次 我們可以抬他喔 你是哈嘍 再一次 再一次 看我這裡 看我這裡 我往前走 一步 兩步 兩步就到這裡 對不對 我要怎麼回去 後空翻上圈 後空翻 空中轉去 後空翻 後退 後退 兩步 四二表記 兩步 對 後退兩步 四二表記 又撐到 好了 Stop 所以我往前跟往後 是不是在做相反的動作 對 OK 所以我把往前叫做正往後 就叫做 副 可以嗎 所以剛剛我往前那個動作 就叫做正二的話 我往後的動作就叫做 副二 副二的動作 這樣可以嗎 然後注意看喔 然後注意看喔 我往前兩步 再繼續兩步 四步 我還是會在哪裡 你依然是梅仙老師 正四 正四 還是會在前面對不對 正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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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往前 我 如果是這一個方向 我是走四步了 對 四步的一半 兩步 兩步 你還是沒事 兩步 兩步 兩步的一半 一步 你真的欺騙我的眼睛 一步 你也想老師 不對 再一次喔 再一次 我往前兩步 我往前四步 正四 如果我現在不想要走四步 我只想要走四步的一半 兩步 兩步的一半 一步 一步的一半 兩步 八分之一的一半 沒步 四分之一的一半 八分之一 八分之一的一半 六分之一 所以這些通通都是什麼數字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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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分數啊 因為我已經講好這個方向是正的 對嗎 可以嗎 OK 阿魯我現在倒退四步呢 副道 沒有錯啊 注意 如果我倒退四步 我會叫做什麼 撞牆 副數 你再亂講的話我會處理 不是後面這有桌子啊 好 我真的會撞牆 所以我沒有要走 走 那我這樣了 我也飛過去再一次 好 好 如果我沒有撞牆 可以嗎 好 我們來這裡 你是燕書 我往後四步 小心一點 沒有你去講 真的可以 我現在你在走 還可以 去 去 我現在走 往後四步 會叫做什麼 沒寫到我這邊 去喔 複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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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式不如沒寫到誰 有寫到釘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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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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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到上面出現更進去 都不可怕的事情 鋼筋 鋼筋 他已經被寫到釘子了 鋼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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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好 如果往後走四步的話 就叫做複式 對不對 然後如果不要走那麼多 我還是往後走 可是走四步的一半 就叫做什麼 鋼筋 要不 要不表示為什麼 鋼筋 如果是負二的一半呢 二分之一 負一 負一的一半呢 負二分之一 負二分之一 負二分之一的一半呢 負四分之一 負四分之一的一半呢 負八分之一 跳太快了 負八分之一的一半呢 負六分之一 我要講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 負號其實沒什麼 負號只是在表現一個方向 負號 如果我用前後來講的話 負號的意思只是在表現跟哪一個東西的相反 正 所以負號只是一個代表相反的東西 比如說 這是窗簾對不對 對 我這樣子拉 我就可以把它蓋起來 那邊都不能鬧 你是不是能夠蓋到這裡 對 我必須要做相反的動作 我才可以恢復嚴重 對不對 可以嗎 我拉這樣子 如果叫做正的話 只有我拉這樣 只是要一半而已 只有我拉這樣 他一半了一半 只有我拉這樣一半一半而已 對不對 還是這個方向 所以你這個數字 不管怎麼做運算 都會是正的 對不對 可是你剛剛 你剛剛這個拉過來的這個動作 就是負的對不對 那 好 沒關係 正負自己定好就好 重來 我說這樣是正的 那這樣就會是 沒關係 再一次 再一次 我們要先說 我要先說 我要把它 我要把它蓋起來 我要把它蓋起來 這個動作會叫做正的 對嗎 對嗎 這樣是正的 對嗎 如果要去往前 就會越蓋越多 對不對 如果要那個靈子 那可以讓我拉過來 不是我們剛好 然後 我剛剛是這樣的 對不對 他如果這樣子 往後是跟剛好燈光的相反 不會想靠我自己 然後就讓這一片出現了 對不對 所以我目前來這個動作 是什麼的動作 做的動作 我是先說好 這樣就會正的 OK 剛好相反對不對 所以他窗戀才可以 那個窗戀才可以 拉開的 這個叫他蓋起來 這個叫他拉開 你要做跟他相反的動作 才可以拉開 這邊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 因為你們剛剛很多人 都卡在這個裏 其實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老實說 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首先 不管這個花是什麼 反正七的一半 就是什麼 七的一半 你要會聽東西 好 七的一半 你要回答我 七的一半 二分之七 二分之七 可是呢 他是哪一種的一半 七的一半 他不是加七的一半 他是減七的一半 他是減七的一半 既然是減七的一半 所以減七的一半 就應該是減二分之七 跟減二分之七才對 因為他是這種類型 可以嗎 跟他 我再強調一次 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在做廚房 正正在做的運算 只有七的運算 就跟剛剛 一半再一半再一半 我這個方向 如果交到正的話 你就是四除以二 再除以二 再除以二 對不對 那你都是正 從正四變正二 變正一 變正二分之一 變正四分之一 變正八分之一 變正十六分之一 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是另外 那個方向呢 我是跟他相反 對不對 所以就相反那邊的四 相反那邊的二 相反那邊的一 相反那邊的二分之一 相反那邊的四分之一 相反那邊的八分之 相反那邊的十六分之一 你有沒有發現 我都加了兩個字 叫做相反 可以嗎 所以這個的動作相當於是 剛剛他一提的動作 加的相反 你做了一個加的相反 所以你正正在做的運算 只有二分之七而已 就把七除以二 所以你在做加的相反 所以這個的性質是負的 那你全部都要是負的 可以嗎 好 所以這裡是什麼的話呢 這裡就要寫什麼呢 因為這裡是負二分之七X 所以X要乘以負二分之七 然後呢 這一個是 這一個乘以他會等他 所以也是要負二分之七 接下來就是 這一個是負的乘以負的 我們剛剛有講過 負號是代表相反 對不對 負號是代表相反 對不對 那負號代表相反的意思是說 意思是怎樣子呢 注意看 我現在本來要往前 這個叫做正好 我遇到負號 我是不是就會被他倒退對不對 對吧 遇到負號就應該倒退 對不對 可是當我想倒退的時候 他又告訴我一個負號 所以我會不會要往前 再一次喔 再一次 負號 負號就只有一個功能 就是我們先講講哪邊是正 先講好 如果這是我的前面 正號就準備要往前 可是我看到負號就準備要往後 就準備要往後 可以嗎 就準備要往後 可是我又看到第二個負號 他又再叫我怎麼樣翻過來 這樣了解嗎 所以負號再碰到負號 就會相反再相反 就變得回到正的方向 OK知道我在講什麼了 所以負號 telegram 所以負號二分之七 乘以負二分之七 相反再相反 就會變正 所以就會得到 你真正在做一定算 只有二分之七 一層以二分之七 所以二分在二分 就會變四分 七倍再七倍 就會七七四十九 加 加 四分之四十九 也就是说我这个是减七,对不对? 那减七,减七的一半 减七的一半就是用减七的一半 减七的一半 所以就会是负二分之七跟负二分之七 然后负二分之七成负二分之七 因为相反再相反变正的 然后就会变成二的四 七七四十九 所以这个就会变成负二分之七 你这边是负二分之七 所以就会变成负二分之七的平方 请你做丁正 你们刚刚大概有一半是错的 有的人平方弱掉 只有一半 请你务必要检查清楚 地底就够了,其实不用拖 先想清楚,不太懂就问你 检查一下你的计算过程 有没有跟我不一样的地方 你检查东西并不多,就这样而已 不需要完全一样才可以 你写的不一样不必要不必要 看看你当初到底为什么写出来 如果会的话你就多看几十 因为这个是基本 配方的基本就这样 配方的基本就这样 好好的,花一分钟看过一遍 想过一遍 从刚刚那一节课到这一节课 药中,我不许等一下才能够教你 你会把这一节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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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 最後十分鐘寫的底型火龍 好 要講 對 然後這個先放下去 我還沒改 你放哪改 來不及 先放下去 老師這間功課是 今天的功課是21層 老師他如果是你當作自射在一些後面 欸反正你就再寫一次模仿 不是 我的意思是 等一下 老師那你 那我監裏是成品 老師是這個 老師我們就這樣慢慢做 可以 可以 那你去告訴我說在哪裡 我已經知道了 我會看 好來出品一下 因為老師 有那種的像這樣畫 對啦你就寫 你就說你寫了 那你的計算過程很清楚 我看得清楚就好 你說 你兩個學生姐給我老師 等一下可以傳檢查給我們老師嗎 等一下可以傳檢查給我們老師嗎 等一下讓我們沒辦法 晚一點才有辦法 就是 因為我現在在上課 今天之前 今天之前 就意思是 我現在十二點之前 等一下鳳姐又我再來寫好不好 都可以都可以 一定要從菜汁 好 好的 謝謝 好 再來 再來我們可以做這件事情 就是 就是 好 看電腦就好囉 這個 我先讓你們看一個東西 就是 最需要再看一個東西 還是看這個就好 這個跟這個 哪一個你可以畫圖 哪一個你可以知道頂點 右邊 右邊 右邊嘛 對不對 對 現在會判斷嗎 我跟你說我這兩個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寫法不一樣 就是 這一個算一下就會變左邊那個 那個算一下就會變右邊這個 但是變成這一個 我就可以很輕易的知道它的頂點周表 我可以輕易的知道它的對線周在哪裡 知道嗎 但是你以後會看到的是那一個 而不是這一個 我先讓你看這個擋開之後真的是哪 好 讓我複習一下剛剛教的東西 告訴我 這一個打開之後是什麼呢 所以 你可以加上的皮膜就是 你開始加三次 你開始加三對不對 所以會等於什麼 你開始二次 你開始二次 然後呢 加 加什麼呢 加六可以四 這裡三可以四 這裡三可以四 對不對 所以兩個三可以四 所以是多少 六可以四 再加九 然後呢 三三得多少 九 三三得九 要發現非常快 完全公司都不用貶 有看到齁 你只要再抄一次而已 只要再抄一次而已 再來呢 再把它減八下去 減八 減八 所以這個我把它整理一下就會變成 X0方然後呢 加六 加六X 然後呢 減一 加九減八 加法跟減法是相反的 所以它一定會抄消 所以加九減八 加一 你有發現這個跟那個一模一樣 嗯 可以齁 那你現在用看了就好了 我現在要想辦法把那一個換去 我現在要倒退走 這叫配方 我要倒退走 讓它顯成這個樣子這樣 可以齁 好 開始齁 那我問一下我倒退走 倒退走 配方主要是誰在配 哪兩個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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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它有沒有關係 五菱哥上面有關係 配你 好 所以開始齁 X0方加六X 我要配什麼才可以變平方呢 可是你配的東西 就應該要立刻扣掉才可以 因為這個題目沒有 題目有的是加一 先看懂我在寫什麼 3 先看懂我在寫什麼 我需要一個東西才可以跟它配成平方 對不對 我需要一個東西才可以跟這兩個配成平方 然後我需要我就要加嘛對不對 可是呢你需要的這個東西裡面沒有啊 所以你給人家加了什麼東西 所以你要立刻扣掉才可以 才可以恢復原狀 原狀是X0方加六X加一 這是原狀 所以你加了什麼就要馬上扣什麼 這樣子OK嗎 這個可以嗎 這個有跟上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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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喔 你還是可以聽喔 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我要配方 反正我就是 反正這個想法只是這樣而已啦 我給它加五再扣掉 有加跟沒有加有一樣嗎 沒有 啊 對不起 加五跟扣掉 等一下我有加有減嗎 有啊 等於沒加沒減喔 因為最後結果是一樣 你結果來講是一樣 對不對 等於是加了0也等於減了0 對不對 加什麼就扣什麼 會不會影響到原來的算式 不會影響對不對 不會嘛 好 來這邊要注意聽 可是有幾個精神已經不大好了 累了 好我們來開始囉 配方囉 開始配方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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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往上看 六X要什麼 三 三 三 所以它就會三三 對不對 所以我需要什麼 三 我需要什麼 九 三三 九 要做 香橙 香橙 對不對 可以嗎 所以我才說要慢 這個被分成兩個 對不對 然後下來的時候 下來的時候 你不是要三三得九嗎 對不對 你要三三得九 所以三三得九 所以加九就要 加九就要扣九 白色的是原來的題目 紅色的是我做的 目前OK嗎 不懂就要講囉 接下來這三個 是不是就被我配成平方了 被我配成什麼的平方 所以這三個被我配成平方 可以是加三 可以是怎樣 加三 可以是加三 對不對 可以是加三的平方 配出來的對不對 然後後面是什麼 減八 因為那個 減九加一嘛對不對 減九 然後再加回來一 所以會變成幾 五八 八 變成什麼樣子 這樣OK嗎 可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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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婷知道我在講什麼 這麼厲害 好 如果可以的話呢 我來看一下 好了 蘇婷會亮一下 我們蘇婷看一點 y等於 y等於 這個是等八 來你要加還是減 加喔 加多少 加三 加三不好 加三一開始太難了 加多少 加三 加四 加四 然後加還是減 加二 加多少 加二 好 來像這一個 請把它配平方 然後寫成類似這種形式 哪一條哪一條 把這一個 改寫成類似這種寫法 做改寫 做改寫 這個動作叫做改寫 透過配方來做改寫 所以這一個給你參考 然後鋁蒜上面那一個 所以你現在只需要抄這一行而已 其他都不用寫 只需要抄這一行 然後就開始 用相同的善法 慢慢看 不懂就問我 慢慢看喔 因為這種東西是 就是要慢慢看慢慢想 每個步驟你都要清楚自己在寫什麼 絕對不是抄 不是被規則 也都不是 每個動作你都知道自己在寫什麼 卡住了就再看一下我推版怎麼算 好 也蠻不錯的 但是 因為是四的咧 那四的一半 要先四的一半再比包 四的一半 為什麼 但是那種那個 看看 很常見 跟妳的四長 蛤 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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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是嗎? 合適都對,但是錯在這裡 就是 哪裡? 是嗎? 哪裡? 首先,我那個9怎麼來的? 339,對 那3怎麼來的? 對啊,3也可以,3也可以,3也可以 對,2也可以,2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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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才叫你們不要討論 因為有時候你們跟聯誼討論 就會對自己沒有支持 因為你們都不太清楚 其實你們目前在學習都不太清楚 小老師舉手,我先看他的 他是有特選的 對,我也有特選的 他真的是寫對的 不是,這檔案寫錯 等一下等一下 這一行完全對,這一行寫錯 這裡不是4 很多抽屜 想一下 很好 Y不見 Y要留著 Y要留著 Y不可以不見 好,前面那個 你還沒寫完啦,但是已經對了 最後那個 你想一下 OK 喂,喂,這是男的 對不對 你就剩下後面這個而已啊 淘汰 哪有淘汰啦 你坐這個位置坐一兩個幾顆 要不然你衝拉起來就好了 你是因為脫 因為風的關係嗎 各種環境 各種環境 來,換你去坐行李 不要 你到我的旁邊來 我覺得不太好 我覺得不太好 好,我想一下 沒有,你是每一年 你是每一年 只會我們 敬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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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說 我是跟你講認真的 你不要輕易跟別人討論啦 因為是你不太確定的時候 因為你看別人的 然後又懷疑自己 懷疑來懷疑去 你確定到底什麼是真的 這是真的 對啦 像剛剛又欣明明本來是寫對的 看了別人之後再感情錯的這樣 對不對 又欣明明是剛剛是這樣 對啊 你們蠻常這樣子的 所以我才會跟你們講說 我不會這樣討論 一般蠻厲害啊 還有 沒有剛才 你看在睡覺 你確定你要看他的嗎 他上我的課都在睡覺 你確定你要看他的嗎 可是他好上課 對喔 他搞得很好 是因為他有補習 他如果沒有補習 他如果沒有補習 他有補習 他就算吧 他就算吧 他不是有補習 我寫不大把一定會考好 來 等一下等一下 班長考得很好 我知道 可是他的算法都不是火焦的 都不是火焦的 那你看他的 你看他會有危險 就是他的寫法 跟我的寫法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會 保問 然後就會錯亂 錯亂就會 錯 找到你的 找到你的 老師剩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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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不是超女男 我跟大家講 然後馬上 你剛剛只要不要看別人的通常都會上別人 那考試考錯也不可以看別人 考試考錯也不可以看別人 考試看別人又是喔 看別人可以不對 好我們來上一下 然後我就來講那一段 你就慢慢聽 你的想法會不會嚴重的影響到 因為通常你在向東京只是一個動作錯誤 然後後面全錯誤 所以你對自己有自信 對 首先配方是這兩個在配 所以一開始乒乓加四 到底要配什麼才可以變乒乓 那配什麼就要扣什麼 原來的題目有加二就寫加二 我的教法跟他被教的不大一樣 所以請看我的教法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要配乒乓 所以配乒乓的話就是 四X要變一半一半對不對 那一半一半就二加二 對不對 二加二就會二乘二等於四 加什麼就扣什麼 然後前面這三個就可以變成 誰的平方呢 對喔不是四喔 因為你當初是赫二得四來的對不對 所以四X乒乓得四 對不對 二二得四 X乒乓得四 所以它是X加二 那個二是拿來二二得四的 那個二 注意看看我這裡 你要養成習慣要注意聽 那個二是拿來二二得四的 所以這裡是二不是四 如果這裡是四 這裡就應該十六 因為剛剛你們很容易出力會在這裡 你這裡四這邊就跟著寫四 就錯掉了 好 然後後面就是剛剛你解說它的 它的位置 那個風水非常不好 就會卡在這裡 太棒了 檢四 再加回來二不是嗎 對啊 所以就是什麼 我真的算錯了 OK 對的請舉手 剛剛你記不記得對出了曼妮以外 曼妮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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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挫敗 風水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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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後就會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之後 所以變成這樣之後 來告訴我 來告訴我 告訴我 他 我就可以畫他對不對 他畫他 我畫什麼畫 把 我畫一過去 就會變成這樣之後 所以我就會變成 Y加二等於 X加二的平方 然後接下來呢 放起來對不對 對 放起來的東西要回到哪裡 回到你做標 回到你 回到你的話 所以要多少錢 應該要多少錢 所以代表他從哪裡開始 對 撩敵�� 撩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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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破地困 撩敵 放一下 為什麼是往上畫 不是往下畫 因為他用특 醬膠 那iscilla 那還可以嗎 那我們看一下 來摩了 好 摩尼考 好 你在昨天 幫助19 來,你們先告訴我,這個在幹嘛呢? 他在做什麼? 他在做蛋糕 然後他呢,不是做分組對不對? 對 他怎麼分的? 四到六等一組 四到六等一組 所以越多人代表他越負責 自己的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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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這一題的想法就來自於就是 分組人會不會影響到他付的錢 所以關鍵在 分少組人就可以拿越多組 對 所以他有集中組別呢 是不是有四個人的 他有五個人的 五個人的 還有六個人的 也是三種而已,不是嗎? 對 好 然後他付的錢代表就越付越少 多少 然後呢,他要付多少錢你知道嗎? 等一下,慢慢來 他付多少錢你知道嗎? 20塊 所以要付多少錢 要付多少錢 不知道 對 可是呢 這三個是什麼? 都一樣 一樣的錢值不同人 沒錯 這個要付的錢一樣 可是 人越少 付越多 對 可以嗎? 對 好,所以接下來到目前題目 懂到這裡 接下來開始講一些東西 他說 四個人一組的 比五個人一組的 每個人要多分擔X元 對不對? 對 好,所以這時候我為了方便起見 我問你一下 每一個人要付多少錢 你會假設在四還是六 五啊 對,為什麼會選擇我 因為中間啊 為什麼?不是 不是因為他是中間 你看一下他在寫什麼 他說四人 就是每一個人 四人的跟五人的比 要多欸 五人的跟六人的比 再一次喔 譬如說啦 不要譬如說 你知道我跟中國人比較高明 你啊 你啊 是哪一角的 對啊 你比較高耶 你是問這個問題的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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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說體校到北面級 所以你不確定對不對 對 可是呢 如果你知道我比黃花卡牌要高 喔 那不能 要笑得這麼明顯 怎麼可能 等一下 再一次 他剛剛笑超生成的 再一次 你不太確定我跟中國人比較高 對不對 可是我如果跟你講我比黃花卡牌要高 你就可以確定我比中國高 對不對 對 因為中國是比黃花卡牌 因為我比 因為花花卡牌比中國高 對 所以你就是利用黃花卡 是很明顯的那個 很明顯的那個 重戒指對不對 這叫重戒指 所以請問一下這個的重戒指是誰 為什麼是五你知道嗎 你比他高就對了 對 五在跟四比 五還在跟六比 有看到嗎 拿来跟人家比的就是五个人 对不对 所以他要假设位置数 好 好 所以呢 因为他已经 等一下 他的位置数已经使用了X了 对不对 你还可以用X吗 用Y 对用Y 好 所以我就用Y来表现 所以我这个下面写一个Y 那这个要怎么写呢 来看看他怎么比较的 他说 等一下 他要付的显示数给他说 对不对 这个是每个人付Y元 对对对 每个人付Y元 那他要付多少钱 他付 他说 我会比你多付的X 对 Y元 所以比你多 加 加加X 对不对 那这个呢 Y元 Y元 比你少少多少 还可以一直减就 我这个写法错在哪里 没有够 因为应该是 这一个 这一个看多少钱要被扣掉 对不对 对 好 这里到目前为止 已经差不多了 对 还没结束 接下来是什么呢 接下来你们都懂了嘛 对不对 可以啊 懂了之后 接下来做一件事情 全部加起来出一三 不是不是不是 我现在在缺什么 你知道我在缺什么 付出去 就是四个人是那样的价格 四个人的价格 不管你是几个人 都要付这么多钱 对 不管你是几个人 都要付这么多钱 对 那钱也都要付这么多钱 对 所以下来我会写一个算式 叫做 你看你能不能看得懂 我在写什么 看得懂我在写什么 再来 你只要看懂就好 对 所以我还可以写一个什么 六 对 我还可以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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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劝劝 我还可以写一个 张目前知道我在写什么 我 知道 知道 好 所以再来再来 这三个是都一样 对 所以这个上出来跟这个上出来跟这个上出来是都一样 对 三个有 对 可以的话接下来 接下来注意看 我还剩两分钟的 差不多 差不多 好 所以你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三个里面 我会先算什么 你知道吗 四五 先算简单的 OK 不要自己找自己的麻烦 六 我先算这两个 所以这个叫做 四倍的Y加S会等什么 五倍的Y哦 先算这个 先算简单的 好 啊这个怎么算呢 这两个是不是加起来 有办法加吗 没有办法 没办法加我只好 分开算 四Y加S 四Y加S 开始等于 四Y 然后你再去看 这四Y 扣掉四Y会变什么 Y 所以Y会等于四 所以接下来就开始换钞票 Y可以被他换掉 可以吗 那我会把他带到哪里去 带到 这一个或这一个 这一个还没用到 对不对 好 注意看哦 接下来我就是 我把它擦掉了 详细的过程我都有写在我那张纸上 想法一模一样 只是擦我讲都没讲过 所以我把它操过来 这个会等于 我先把这个稍微算一下好不好 因为这很复杂 Y 扣掉X-9到底要是扣吗 所以是扣X 然后呢 加9 加9 因为扣掉-9就变相反就变加 可以吗 Y 所以变成Y-X加9 所以变成六倍的 Y-X加9 这个会等于 来我们找简单的就好 等Y对不对 找简单的就好 不要找复杂的 找简单的 可以吗 然后接下来我只要做换的动静 没有换 因为它可以换啊 Y可以换成它 不是吗 Y可以换成它 所以我们开始换哦 我把这个换成什么 换 把这个换成什么 换掉而已哦 可以吗 换掉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4X-Q-X等到什么 慢慢来 不要算 不要算 再先看这里 4X-Q-X等到什么 3X-X 3X-X加9 对不对 可以哦 所以这个画面 要乘以6 20X-X 会等于多少呢 20X 可以哦 然后接下来我再把它乘开 对不对 18X加上54等于20X 接下来再怎么样 再把18扣掉 对不对 18X扣掉会等于54等于多少 2X-X 所以X会等于多少 27 所以X是不是算出来了 X算出来之后再丢进来 27 所以Y伏就是4的X吗 对 所以Y会等于4乘以27等于 47 28 108 108 108 我好像算错了 108对啊 108 我写错了 我那边写81 那边是错的 这样有懂吗 有 下课 209 1 3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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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這個我乖你講了一句